加一個格式化,其實格式化必要就是將來你輸出一定會需要類似Excel Excel裡面要小數點到第幾位嘛,對不對?你要秀出來 假設客戶要到第幾位,你就要給第幾位 或甚至他要整數的話 那你就是用整數給他,有沒有 要formate格式化 那這個部分呢,假如我今天要把他就由剛剛是 就是亂數跑出來,然後要把他到小數點第 第二位的話,基本上順便講一下,這個將來應該也會遇到,這個是額外增加 那如果將來各位要做出格式化,其實基本上 可以利用一個額外的一個類別,這個類別叫做dismal format,那如果你這個名稱很長 記不太起來也沒有關係,基本上你只要記得就是在哪一個套件裡面也可以 有這個這個這個地方,有沒有 在java裡面有個test,那如果說你忘記,你記得說這個套件裡面什麼呢?有一個 就是在test套件裡面好像有一個是 可以做格式化,如果你記不太起來,沒關係,你就打個d,點下去 你記得d的話,有沒有,他這邊就出來了,有沒有 有date format,有什麼 dismal format,那dismal format主要是小數點的 還有date format,如果你要做日期的格式化的話 那這邊有個dismal format,你就移到這邊來 然後這邊的話呢,當然你就點兩下,這個dismal format自動會幫你加進來了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類別要怎麼使用 或者是這個套件怎麼使用,方法都一樣,裡面都有說明 有沒有,test套件 那裡面的話,比如說我這個dismal format,裡面就有一些格式化 那至於什麼格式化,這邊都有相關的說明 比如說這個地方 如果是要是數字的,或者要小數點的,等等的,他這邊都有一些 相關的參數,那使用方式這邊都有詳細的說明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要做一個到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基本上,只要用這個dismal format 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dismal format,這個地方是一個類別名稱,我宣告一個物件名稱 好,那後面加一個new,其實跟那個random啊,或者其他類別的使用方式 因為它不是在leg的,裡面的套件,裡面的那個類別 所以它一定要怎麼import 而且要,這個地方如果要產生一個新的格式化,比如說new new的動作,後面加上一個什麼dismal format 然後呢,括弧裡面呢,就傳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話,就會由這個類別裡面有個所謂的建構值,它會接收到 接收到之後的話呢,就會針對你傳送進來的 後面的參數,去做幫你做格式化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 最重要就是產生什麼,產生這個實體 這就是一個實體,實體就是一個物件 有這個物件的話,才能做後續的動作 然後面需要傳一個所謂的參數 參數就是格式化 OK 大概是這樣啦,反正以後你們要慢慢習慣 類別 變額物件 後面通常要new 後面加上一個也是類別的名稱 傳一個參數 那這個參數不是必要選項 所以有一些有沒有 括弧裡面是空的,就沒有傳任何參數 這個結構都一樣 所以慢慢你們要慢慢習慣,無論是在 Java裡面也是這樣 Android裡面也是一樣 反正它都是遵循這個規則 然後後面的話,因為我需要產生的是一個double 要有小數點 如果前面是int就是 產生的變數 產生的就只能是整數 所以我們就沒有,沒有這個小數點部分就被去掉 所以這裡的話要把這個 我們的正列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這個叫做double 因爲那inch改成double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能強制 本來是有個強制轉型為什麼? inch的動作 這個時候就不能強制轉型 因為強制轉型小數人不見 所以這個地方強制轉型這個部分要把它去掉 那接收到一定是小數點 那要怎麼格式化 特別是輸出的時候呢 這邊也是次串 然後呢 最重要在這裡 我產生一個f對不對 這個f裡面有個方法 就是叫什麼? 點formator 那我會 有一個formator 他就針對上面這個參數 去幫我格式化 所以呢 後面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一個 正列裡面 乱數跑出來的 這個詞 那我就怎麼樣? 幫我格式化 格式化之後的話 就會按照上面的格式 幫我跑出來了 就ok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 要小數點 這個是小數點 那如果你要整數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 點00 去掉 它跑出來就會剛好格式化什麼? 兩位 兩位數而已 整數 就只有整數部分而已 ok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 照小數點第2位 你就點00 加上點00 直接執行之後的話 它就會針對你的那個小數點部分 有沒有 就會幫你加上小數點 加上小數點部分 那所以這裡的話主要 再 跟各位補充一個叫 dicimal formator 如果你背不出來這個 這麼長一串的話 我講過吧 你可以 import java.test 點之後的話 打個d 就出來了 那後面部分的話 就是 dicimal formator 一個實體 new一個 dicimal formator 如果說你這些 參數不知道怎麼用的話 我講過吧 你還想看更多 你還想看更多 點一下 test套件 test套件 裡面有哪一些 類別 你也可以怎麼樣 按下去 就會有個什麼 class的summary 這個 它有個清單就出來 那裡面有個dicimal formator 反正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這些 通通都可以掌握的話 也差不多啦 因為 java就是這些東西在run 那 基本的就是 這一些 如果不夠的話 才是另外自己要寫 寫 所謂的 叫套件庫 或者韓式庫 那如果自己沒辦法寫的話 那就去跟別人買 那因為外面公司幾乎都是跟 國外買 買回來 看針對你的 因為java只提供基本的功能而已 如果你要做出其他的 更進一步的功能的話 比如說針對 什麼 投 就是比如說像證券業的話 證券業有證券業的韓式庫 那你不可能說 全部通通自己來寫 也許你可以跟國外 專門做這方面的 這個 sirpati的公司 買這些韓式庫 就可以馬上 達到你要的 這個效果 OK 在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加上 Dismore Format 做一個格式化 好吧 畫面一下 給我一下